大家好 又回来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必思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 芒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讲 世界时事多合一第一则新闻 就是这个菲律宾 当然 菲律宾这几个月和美国勾连得很厉害 也挑动了南海局势 原来最新一单消息 就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就访问菲律宾 试察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 和飞方有一个协议新机制 就是最新的情报共享协议 一切共享情报 那菲律宾就说 这就叫肩鱼盘石 布朗这次的行程 就是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 当然菲律宾的学者就很担心 觉得北京可能会反制 作为几十年的盟友 美菲两个国家到现在才是分享情报 以前根本美国就看不起他的 那当然了 他们就预计这样会激怒中国 恐怕就来自中国的制裁 反制措施是有的 那美国就顶得住 菲律宾你觉得怎么样 他的实力也是太差了 如果没有美国在后面撑一撑的话 就是没可能顶得住 不怕 开战 说一下小姐 开战 口水战就OK 真是开拖 五个大楼发了声明 就说布朗在菲律宾的崩崇市 就是见了他们的 国家安全顾问和国防部长 讨论加强美菲联盟的继续努力 原来这个布朗也和非方官员 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施察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 还有表明美菲长期以来的防务关系 布朗其实和非方官员也考定了 是允许两国及时交换情报的一个 最新协议叫做GSMIA 一批进在的话 两个国家是拥有绝对 记住 是绝对军事机密信息 还有发现南海潜在威胁的行动准则 我想问一个问题 绝对机密的信息 这个定义都是由美方定义的 如果真的有一些我不想让你知道 就算是绝对机密我也可以不让你 是不是这样 当然是这样 美国佬说了 当然了 菲律宾武装部发言人就说 这个表明了 美国对我们这个联盟 坚如盆石 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也继续讨论 双方的合作 当然了 加强联合军演 以及应对地区的挑战 非方的发言人也说 美非情报共享对于菲律宾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样就证明了我们是可以抗衡中国 不是吧 情报共享就抗衡吗 有点不知定 老板 你放心吧 台媒会帮你吹到情报共享等于抗衡了 那也是 打赢了 当然了 那些学者就很害怕了 因为 华盛顿和马尼拉已经结盟几十年了 由于新技术和情报不断地变化 直到现在才开始共享 所以有什么古怪的事 中国就密切关注 还有他们说中国一定会反制 即是不知道了 马尔斯上台之后 当然了 有人就轻风作浪了 是吧 就是以为有美国撑腰 但是这种撑腰 我相信最后尾也不错 学者担心 但是 难听些说 美国 都是借菲律宾的首级一用 都不出奇 始终第一线 你站在前线顶的是你 美国说会支援你 但是也会慢一点 不会是即时的 你怎样都要受 一两版 一两版 你没得走 是的 所以这些学者担心是对的 是的 当然会不会是找学者出来 唱一下 百年 一个黑面都不出奇 是吧 当然 现在学者就担心了 马尔斯会继续 是会的 除非杜特尔特出来 或者他的儿子 是吧 嗯 不过都很困难的 好了 这是第一则三文 第二则三文 小时候 每个人都很喜欢看SMACK 专利事务所 他创办人是谁 记不记得 喜多川 社长 当然了 现在这个 解散了 叫个新名 SMACK UP 不过 没什么帮助 人家仍然记得他做的坏事 有多少人索赔呢 1001人索赔 当然了 有人 去他坟墓那里 扔东西 只扔什么 因为喜多川社长已经过了身 是的 只扔什么 能吃的 整包东西在那里 扔了火腿 没错 代表什么 扔火腿 现在很多人索赔 以前扔猪头 但是扔火腿是否便宜一点 现在当然87岁 19年过世 你说吧 他一包 他一包好实 那么小包肯定比猪头便宜 不过如果你说 侮辱性的话 当然是整个猪头顶在那里更加厉害 那也是 当然87岁 19年走了 他坟墓 被不少旗下艺人 和粉丝视为胜地 但是之前 终于是有人 爆料了 爆料之后 没办法 那就是 羞辱你 不断羞辱他 当然我相信 这些事情 会不断发生的 好了 这个就是第2节新闻 最后节新闻 就讲一下 张国荣的最爱 堂堂了 因为张国荣 对国际巨星来的 好了 问你个问题呢 如果 如果你很爱的人 即是有什么意外 或者突然之间不要你 反正分开 你要多久才能够回复呢 或者多久才能够找第2个呢 还是看缘分呢 原则上都是看缘分的 但如果我没有主动去接触其他新的对象的话 都不会发生的 但基本上 没有一年半再也很难的 看你那段感情多久 如果是 5年 10年以上的那些 就需要更加长时间 不错 那哥哥呢 其实跟他的伴侣 堂堂 都 很多年 没在一起 哥哥也离开了我们很久 有人就说 喂 你为什么这样 认识了第2个 有个民心男子 跟你交往 哥哥呢 当然 是很爱堂堂的 哥哥的粉丝很多 那就麻烦了 哥哥的粉丝 就是令到堂堂 的社交媒体 出事 出事 当然 之前就有位人兴 就给 内地 我想是内地的记者 因为内地的网站传出来的 就说 堂堂 就是哥哥的 志爱 堂学德 就有了个新欢 而且 要找 人去生儿子 堂堂立刻发声明 这句话 我觉得有点点特别 那个鬼 阿哥成屎的 叫屎先生 他就说 我和屎先生 是没有承诺的朋友关系 什么是没有承诺的朋友呢 会是 但愿不知是朋友 应该就是 多于 普通朋友的关系 但又未至于 你说承诺的那些 就是 普通朋友 不用有什么承诺的 对吧 但是 如果普通朋友 你直接说普通朋友吧 对吧 你说 无关是普通朋友 为什么不说呢 那就是 有一定程度的亲密关系 我认为 我都觉得是 当然 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这样追击他 很多年了 原来他就说 很担心引起哥哥的歌迷 是不会 澄清 他澄清是说 搬离了爱巢十几年 更加强调现时是独居 巨星哥哥 已经走了二十一年了 他生前的最爱唐糖 妹妹 在哥哥生计的时候 和在 小小的周年纪念日 大时大节 都是会 表达爱意的 回复单身这么多年 其实日前 内地亦都是风传 唐糖有了心欢 这位心欢 是成屎的 就被唐糖年年轻二十七年 网民也发现 咦 各位先生 手上有个纹身 写什么 王 唐芝 这样 matching tattoo 我觉得你说得对 其实他们可能是一起的 不过 不想那位士生 是被人追击的 并且 全他已经搬入了 唐糖 和张国荣生前的外巢 更加 两个人 带着小朋友 一起行 二次有人帮他生了小朋友 那当然 这件事都没所谓的 法律法规许可 就可以了 是吧 有些国家 有些国家 没错 香港好像不行 是吧 其实 唐糖 这么多年 放过他 我觉得就是 是吧 张国荣也二十几年了 原来唐糖就说 沉默了一天 他立刻 媒体说他否认 我不敢说这个是否认 他就说 我对最近发生的一些事 令到爱护哥哥的歌迷 是不会和不安 我对此万分自怯 我会 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 和表现 有几点要澄清 第一 自己 已经搬来了和哥哥的外巢十几年了 哥哥离开后 他就是独居 现在对独居 第二 我和小姨先生 是没有承诺的朋友关系 我们 是两个独立个体 两个独立个体 其实拍拖都是两个独立个体 是不是 只有 订婚或者结婚才是 共同的一个关系 可不可以这么说 没错 他说 我没有找人 是生小朋友的 你们见到小朋友 是朋友的小朋友 我和两个小朋友 就好像耶酸关系这样 我自民一生 都是以真诚的态度代人 等我的亲人和朋友 都是这样对他的 如果这次的行为 令到大家造成不敬 我就深深曲一个公 向大家 自此敬礼 表示 是 协议的 另外 曾经是哥哥经理人的 陈淑芬 他在内地接受访问时 亦都说 对于这个传闻 他就说 我看过了 我作风一贯 就是我不八卦 别人的东西 大家 留言说的 如果不是当事人 直接跟我说 我就不信 亦都不会理 那就对 看回 各大媒体 报道出来 支持唐汤多数 当然 不过有些人 很搞笑 我看到有位黄友 我认识他 他就说 最怕 因为他是内地人 好像那个 市生是内地人 游离出生论 对 有位前区议员就说 最怕他 唐汤变成何伯 这位市生 是不是何太 骗了钱 其实何伯没有被人骗钱 因为没有钱被人骗 暂时 现阶段无 没错 这个就是最大的搞笑之处 另外 他亦都说 哎呀 当年 其实 用未亡人身份 是承计了哥哥 不少 财产和物业 出来 才可能被人 吱吱吱吱吱 重要 当年加拿大亦都是 其实是 同性婚姻未合法的 他根据什么 去承计资产 真是有待相抗 不过 哥哥的亲人就好像不要了 他和梅启明不同 关什么事 有人就突破了 他说 如果他立围族 是指名给唐汤你怎么说 你说什么 也有人说 好希望唐先生 幸福快乐 这么多年 唐汤其实 金融佬 他自称 他是上海人 他和哥哥 从小一起玩 他家排第七 对上有四个哥哥 两个姐姐 一个妹妹 他原来 中学毕业后 从事银行业 82年 两个人就在 麗征酒店重遇 多年以来 发展成为 伴侣关系 当时 张国荣的演艺事业 未有气息 经常 是有点不开心 唐汤其实 资助过他很多 1997年 张国荣 将戀情 正式共开 他老爸 2002年 亦都是 过生 即是过生 不是过生 哥哥 当时走了 2003年 他小小之后 唐汤就以未亡人的身份 将他的骨灰 收藏在家 并且接管他楼下的 房产和金钱 13年3月30日 唐汤出席 叫做继续宠爱 10年 张国荣的战纜 19年 他就以1450万港元 出售自己一套 位于侧如冲的单位 当然这些都不关人家的事 是吧 反而我觉得 其实他需要什么反 我觉得他不需要检讨 有什么可以检讨 你觉得需要检讨吗 不需要检讨 这些是私人事 当然 人们说 哎呀这个世生 手里文身密密麻麻的 那关你什么事 是吧 问了个唐子 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情侣 可能第二个都不出奇 是吧 当然 有人就说 张国荣希望 过世之后安藏之地 是 跟任何宗教有关的 但是 香港很难找到这些地方 所以就放在家里 当然这些东西没什么所谓 唐汤当然 我觉得 他也不用管这些人 其实如果是我 我连声明都不发 关我什么事 关你什么事 是吧 当然 现在他也是 外冤压你 但是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祝福他 有些人就觉得 不行 你拿了张国荣那么多钱 法律法规 有没有说他错 没有 对吧 如果没有说他错 你怎么说人呢 对吧 嗯 反正哥哥呢 我也希望 我觉得哥哥也希望 他希望唐先生 你幸福快乐 好 今次节目时间 先来到这 多谢各位